今天是來的關心的 是連續到期上關的一些消息 最近這天氣四十年 也能加上有四天連續到期 除了讓這個關火人減吃這個 有哪兒讓這個各地的關火重心 現在說這個火不太夠 特別是這個台中的關火重心 這個A型跟這個O型 這個量都不夠四天 這年晚後天氣很冷 要好好 嚴格要是有民眾 接著一道關火車要來關火 我看外面有貼那個缺 缺那個A B還有B型還有O型的型 所以我就想說來捐一下 平常都有固定在捐血 所以也是想說捐血來講 對自己的身體也好 然後可以幫助一些 比較需要血液的人這樣子 台北關火重心表示 最近天氣冷、露荷 都會影響並重出門關火議員 高雄日禮拜四天 下期關火人比普通時 減少差不多三分之一 甚至已經有關火重心 火已經不夠了 甚至台中關火重心 A型跟O型的火 扣針量都不夠四天 B型跟AB型的火 扣針量也不夠七天 另外在新的關火重心 是減AB型 其他各地重心 包括台南、高雄跟華年 火的扣針量 也都不夠七天以上的安全標準 但是關火重心 提醒民眾 如果感冒的症候就不願意關火 那如果說你有感冒 感冒症狀 像發燒、咳嗽、流鼻水 有這些症狀的話 就不適合捐血 那如果說是有吃藥的話 就是要停料七天以後才可以捐 關火重心表示 因為當天 新火更一面的環節 增加 火的需求兩大 就正是連三角期 國內關火車、協助 是關火站 都有提供關火的核佈 所以希望民眾 如果有時間 可以關進來關火 記者綜合報導